各位,今天是我們廉價的第二天 禮拜六,送喔 今天天氣也是蠻好的,不過呢 我媽也沒有打算幫他們洗澡 我也沒有打算幫他們剃毛 就是一切呢,就是 連我們自己本人都進入了 所謂廉價慵懶的模式 蠻好的 反正呢,他們湊也不是一天兩天啊 那我媽呢,每天都還是會幫他們用那個 毛巾喔,溜溜的 所以其實表面上還算乾淨 但是呢,大大是真的臭 這部分是無庸置疑啦 不用講 阿嬌,後面跟唱喔 本來今天想要帶他們去那個 草地上跑一跑 但是,就是去學校的草地上跑 但是覺得,今天這種慵懶的感覺呢 蠻適合來運動公園走一走的 所以就帶他們來這邊 因為運動公園這邊呢 草地也是整個弄平的 所以等一下,可想而知 林津多 我的那個見聞色霸氣呢 會讓我看到一點點的未來 我就是可以體驗的是 林津多呢 等一下他會去找一顆漂亮的石頭 然後林燒酒 依然是壓軸啦 他等一下 我不知道這個收音收不收得到 因為我的DV 他的那個麥克風呢 讓你們看一下 我有一個外接的麥克風 然後我都會指向我自己 這樣子呢 收音比較乾淨 比較不會收到其他的音 所以你們聽起來 在收看這個直播呢 除了畫質4K非常好以外呢 還有一個音質 算是有點專業的 收音的部分 這樣子呢 讓大家呢 有一個 視聽上的饗宴 哈哈哈哈 視覺部分呢 就是看著可愛的三寶 那聽覺上呢 就是聽著一個全世界最性感的 吊嘎的男人的聲音 我在陪伴著你們 度過一個觀看影片的時刻 有夠熱的 那昨天晚上呢 本來想說 因為連假喔 就是跟同學約好啦 晚上就是要去 同學家烤肉 然後呢 我就 昨天去我們 預警的一間 那個地方的 我不是去超商 我是去地方的那個 超市去買啤酒 我想說呢 過去同學家烤肉呢 我帶一點酒 那同學準備一些烤肉的東西 我們以往烤肉都是這樣 就是一人出一些東西 那我通常都是負責出酒 然後也大部分的時候 也會出一些食材這樣子 然後呢 去買的時候 那個阿姨就一直 一直看著我 用一種很奇妙的眼神 在看著我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到底怎樣 是我 那個褲子破洞嗎 還是我長得太帥 你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那後來 阿姨就問我說 少年 你十八了嗎 幹 我跟你講 聽到這一刻呢 真的覺得這個阿姨好會做生意 聽了非常非常的感動 以後都去那邊買酒 哈哈哈哈 就這麼決定了 哈哈 然後呢 那個 昨天去 去到我同學家 就準備生活 然後開始烤 然後酒 還沒有喝 就 我老婆就Line 來說那個 Happy喔 因為我們Happy呢 在前天 前一兩天 就有點省省 那溫度有點高 有的時候 37.1還好 但是有的時候變37.6 37.7 肉快接近38度 所以 想說會不會是感冒了 然後就 我老婆就說 不放心 因為現在廉價嘛 昨天呢 那個小兒科還有開 今天開始到禮拜天都沒有開 所以怕說 中間這一兩天 如果比較嚴重一點的話 沒有地方可以看 所以就 昨天就 緊急把肉丟掉 我啤酒都沒喝 就是讓我同學去喝 然後我就趕快趕回家 然後開車 帶老婆跟Happy呢 到市區 簡單講是這樣 我們預警到台南呢 大概要快一點 大概40分鐘的車程 慢一點 大概要一個小時 所以來回你就保守估計 就是 80分鐘好了 一個半小時 就是 你要花在車程上 就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所以就去那邊 然後Happy看完以後呢 難得到市區 想說買個晚餐 就買個麥當勞 然後我也還吃一吃 所以簡單講 就是我昨天 原本設定的週末夜的那個 就是廉價的第一個晚上的烤肉呢 就這樣泡湯了 不過沒關係 我在這邊呢 也非常感謝那個 先人啊 怎麼講呢 我在這邊 身為一個新手的爸媽 非常感謝 曾經發明感冒藥 有四歲副作用的那個人 非常感謝你的發明 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我們Happy平常都不睡覺的 有睡都是閃衝 大概就睡個20分鐘30分鐘 又可以玩個3個小時 以這種電池的效率來講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畢竟它是原廠的嘛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新的 連肝都是非常漂亮 不像我們大人呢 熬夜肝都已經是那種快要硬化了 所以吃完感冒藥呢 Happy的四歲喔 讓我們這種新手爸媽呢 多了很多時間 就是平常有的時候要拍一些東西 或者是有自己的工作 不能 我跟老婆都要 互相cover 可能我忙就老婆先照顧小孩 然後老婆忙就我先照顧小孩 互相cover 但是現在不用 現在呢 Happy 吃完感冒藥 很快就進入睡眠了 非常棒非常棒 很爽 雖然不是說很期待 小孩每天都要感冒啦 但是呢 每次感冒呢都很期待 拿到的感冒藥是有四歲的 所以昨天呢 我錯過了一個烤肉的機會 不過呢 也得到了一個 可以讓Happy呢 一個禮拜 就是感冒藥的量 就是可以讓它 有四歲副作用 這個感覺也不錯 今天禮拜六齁 所以晚上我同學好像今天不確定有沒有在家 所以今天晚上呢 不一定會有烤肉 不過沒關係 很多時候呢 烤不烤肉呢 它是一個心態的問題而已 所以就算同學他們家今天不在家沒有烤 我自己在家烤 呵呵 自己在家弄一些好吃的 喝個啤酒 放鬆一下 難得連假嘛 不是年假 是連假 難得連假呢 也是該對自己好一點 好 那多多 我們都已經走到這邊 我從那邊 從路口一路剃到這邊了 你都沒有要找石頭的意思嗎 啊 我的健文社霸氣 就這樣子被 被你浪費掉了嗎 啊 你有沒有找到石頭 快點 你不找我自己找喔 感覺沒有丟石頭 好像對不起多多耶 好 我找一下好了 哪裡哪裡 你去找一顆石頭給我 你聽得懂啊 多多 你鼻子那麼靈 你自己去找一顆 這邊這邊比較有石頭 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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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找一顆石頭給我 平常喔 多多信手年來都是石頭 但臨時要找還真的找不到 哪裡 哪裡有石頭 哪裡有石頭 你找一顆給我 仔現在 有沒有看到 有~~ 有~~~~ 有~~~ 好拉好拉 對我手腳了 你真的喔 對石頭的熱愛 走 去吧 唉喲 誒 我說真的我隨便丟ㄟ 多多巨亞還找得到耶 很超神 誒 不要咬 你吹去的胖子 你說 你六歲了 你已經六歲了 你以為你很年輕是不是 你等一下過一陣子 你要結紮了 朵朵 過來 咬過來 不要在那補啦 你是怎樣 你如果是人類 你一定做的補兵人 我猜你生得要用刀 朵朵 去吧 我丟去了 我丟過去啦 朵朵完全沒有看到 我們就看他神不神 我丟的位置在這裡 我丟的位置在這邊 這個地方 然後朵朵現在跑到那一邊 因為那顆石頭蠻小顆的啦 我們就先不要看朵朵 我們來看那個 腦袋壞掉的另外一隻 這一隻呢 現在這種 他的方式呢 是很正常的啦 很日常的 平常時下就這樣 就打他了 朵朵 我丟過去了啦 真的啦 我現在4K錄影 你回去看重播你就知道 自己去找 你如果是生犬 你就找得到 自己去找 叫他 還沒 他還沒有爽夠 我們大大的人生 狗生跟 跟朵朵的狗生不一樣 朵朵狗生就是以追逐 石頭跟球為目的 大大的狗生呢 就是沒有目的 好 走了 阿嬌欸 阿嬌 來我們慢慢走 我們不要插朵朵 不要理朵朵 朵朵你看 固執的狗就這樣子 固執的狗簡稱固狗啦 就是固狗啦 朵朵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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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丟過去了 你自己找 另外回頭給我 叫我給你提示 那個太遠了 我也不知道丟到哪裡 這個草地太大了 阿大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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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 阿嬌阿嬌你給我坐下來喔 哈哈哈 過完這個連假呢 各位應該又是要回到工作崗位上了 其實很多時候都這樣子 你不覺得人生很奇妙嗎 再回來這幾年 我真的覺得時間喔 過得特別慢也特別快 特別慢的原因是因為 感覺好像隨時都很忙碌 然後忙碌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 幹為什麼世界過那麼慢 但是呢 覺得特別快是 怎麼一眨眼又到年底了 怎麼一眨眼我兒子已經八個月了 怎麼一眨眼連假又要過了 很多時候都這樣子啦 人生就是這樣 時間就是這樣 來來去去 沒有辦法回頭 但是呢 我們就是不斷的往前走 嚇我一跳 我以為多多找到石頭 因為那顆石頭真的很小顆 然後我又亂丟多多也沒看到 在這麼廣大的草地上 真的很難找啦 不要為難多多 哈哈哈哈 走 走 我們離開蚊子區 我這一區蚊子超多的 一眨眼耶 真的很快喔 一眨眼現在已經是 2020年的10月了 那個再兩個月呢 我們就可以離開這一個 非常非常難過的一年 那希望明年會更好啦 2021年呢 希望呢 明年是可以帶來希望的 雖然我們人類呢 破壞地球是始作俑者 但是在很多時候 上帝應該是 會給我們一些出口啦 哈哈 今年呢 算是蹲下來 明年希望可以跳更高 希望呢 明年可以 世界和平啦 然後不要戰爭 然後呢 希望病毒呢 可以好好的控制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我們除了希望病毒控制 主要原因是 希望可以 可以出國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大家都不能出國 讓我妹也不能回國 不過呢 她好像 最久可以待到 明年1月中吧 她1月中已經要回去 不然她那個 日本的什麼 什麼 什麼居住權 還什麼之類的 就可能要 有點危險 所以她明年 1月中之前 一定會回到日本 所以 等於是說 屁桃現在還可以 在這邊呢 稍微再待一下 那 那當然呢 希望呢 病毒解除以後呢 大家可以 回到以前 我們自由的 通行的生活 想要去哪裡玩 就去哪裡玩 超想去海島國家的 超想去日本吃拉麵的 超想去日本滑雪的 就是什麼都超想的 但是現在什麼都不行 現在我們呢 也不錯啦 換一個角度想 對我來講呢 比較自私的講法是這樣 就是 就是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分享過 就是 因為我小孩出生 那剛出生 Happy出生這一年呢 1月25號那個時候 剛好疫情大爆發 然後疫情大爆發呢 就變成大家都不能出國 我記得在去年喔 那個 我老婆要進入 那個待產狀態的時候 是不能出國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阿薩利啊 一些朋友啊 他們出國去滑雪 去吃東西啊 都看得很賭然 但是現在我們 小孩出生以後呢 疫情大爆發了 所以變成全世界幾乎大部分的人 都不能出國 那對我跟我老婆講 自私的講法是說 這樣子呢 我們心裡有得到一個平靜 就是說 起碼不用 每天在家顧小孩的時候 看到人家在出國吃大餐 或者是出國在滑雪的 照片影片跟動態 這樣子呢 現在目前是 感覺好像全世界的人 都陪我們一起在家裡面 顧小孩 這是我安慰的一種自私的想法 那當然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告訴我們 疫情什麼時候可以 可以解禁 但是呢 保守估計也要一兩年吧 這一兩年呢 其實跟我原本 設想的 就是 Happy再大一點 我之前有想過 Happy還沒有出生前 我就有在 預設說 欸 Happy我大概抓他 三歲左右呢 我就可以帶他出國玩 想要帶他去迪士尼 然後呢 想要帶他去 去哪裡玩 然後想要再三四歲再大一點呢 栽培他 讓他練習滑雪 就是小朋友 因為我曾經在學場 看過小朋友滑雪 非常可愛 雪板很小 然後小朋友呢 其實學習也蠻快的 平衡感又好 所以呢 希望可以讓他 接受滑雪這個 訓練跟練習啦 這個是 是我個人的希望 所以呢 目前就只能這樣啦 然後我們全世界的人呢 都只能等待 那希望2020年呢 這個難過的年過了以後 2021年呢 是一個非常棒的年 人生就是這樣 不斷的充滿期待 跟不斷的面對 面對所有的現實 不過呢 就是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一路走到現在 越挫越勇 所以 在這邊互相鼓勵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 稍微閒聊到這邊就好了 來走 走了 回家了 回家了 走 走吧 好啦 那今天呢 不確定晚上會不會烤肉 那如果沒有 沒關係 我冰箱裡面什麼沒有 食材最多 我們就自己烤自己弄 自己在家裡面過自己 想過的人生 好啦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週末愉快 拜拜